對於那個判決就很失望了 非常之失望 因為法官的判決就是以疫情來做主要的理由 就是說他悼念是不能夠凌駕了這個衛生 就是健康問題 因為是疫情 很失望對於他這個講法 第一 因為我也在那晚 你在門口是看不到有警察阻你進去的 那你根本就是 你有個限聚令在那裡 你又沒有封鎖維園 今年他就封鎖了 你沒有封鎖維園 別人就照進去 那你的限聚令之下是可以8人的 那些人就8個人進去 分開1.5就坐在那裡 就當是晚上一刻在維園 約了一些朋友聊天 那整個setup的格局 你都是允許的 又沒有犯罪 你基本上就是8個人一組 8個人一組而已 那你就將這些人定罪 那我身為在裡面其中一個 那個晚上還有很多不同的記者 很多不同的市民 我看到一些照片 我想那晚都有幾千人在那裡 那究竟他這個是什麼信息呢? 就是是不是要抓我們呢? 就是這一次可能大家都幾關注周恒彤小姐的陳前 和黎智英先生當然還有其他的 其實這個陳前的問題好像連到香港人都幾感觸一下 就是黎智英就更加 她被判有罪更加荒謬 她進都沒有進去 是不是? 就是她用她 她們悼念就凌駕這個抗疫 那你又被人進去維園 為什麼你被人進去呢? 人家都很規矩地跟八個八個進去 黎智英就沒有進去 為什麼會有罪呢? 我真的不明白 現在我也不知道這些法官是怎麼樣 在我們普通市民的理解裡面 真的很難明白 怎麼樣合理 就算裡面那些人都是八個一組 八個一組 有些人是不是多過八個 多過八個 你沒有找警察在裡面執法 就給了599給她 究竟這個是什麼理由 我真的很不明白 這個真的不是我認識的香港 希望她們上訴呢? 嗯 她說的是煽惑 其實為什麼看這個煽惑呢? 香港可不可以被他們煽惑得到 會會員那裡悼念落石的那些英雄那些歷史呢? 那如果她是用這個方法 煽惑去告她 但是如果她真的要 市民要服從的話 那不如他們來做一個調查 叫人家自願去接受電話調查 就是那晚去年有去到六四 六月四日有去到維園那些人 做一個調查 問問問他們是不是被煽惑她 這個檢控真的很荒謬 真的很荒謬 那裡裡面有幾千人 因為他們是知名人物 因為他們是出名人 所以他們出現就是煽惑 哇這些真是 違反人權的一個推論來的 真的 就是我是名人 就是以後我六月四日都不可以出街了 就是落石是香港人心中的最痛 就是現在是不能去悼念的了 其實那個深淨的感受會是怎麼樣呢? 那以後落石的時候 香港人有沒有想過你們 會用什麼方法去記住這一段的歷史呢? 法律上沒有說我們不可以悼念的 沒有這麼說的 自然會解散了而已 那就是沒有人帶頭了 那需要悼念的那個 那個朝代的人 那個generation的人 他們自然會有自己的方法去悼念的 是不是?我是屬於那個 就是那個時代的人 就是六四的時候我二十幾歲了 那我相信大家有不同的方法的 就是沒有了一個舉辦商而已 但是我聽不到 看不到 他說六四是違反個案法了 悼念六四 那這次這個裁決就剛剛就處在 就是剛剛下個禮拜天就在來 這個禮拜天就有選舉了 其實這個裁決會不會影響到選舉 影響到市民的投票意 很難將它扭上關係 如果你要將它扭上關係 那麼最近有很多裁決都影響到 我們投票的意欲 但是難扭上關係的 不過市民投票意欲就 還有很多其他的 就是最近發生的事件的因素 包括林鄭自己都說 這麼有公信力的政府 不是很多人投票都不是很奇怪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選民會是 信民會是尊重他這個特首這個看法 既然他都覺得 不投票是表示對政府信任的話 可能不想得罪他 可能那些人都不去投票的 但是玻璃威有很多其他因素 我自己都沒有決定 但是其他因素包括就是 當我去投票就好像 有一點點好像去購物的心情 你看到那些選舉論壇出來的 那些候選人的質素 你看到周浩鼎罵 田北辰那件事 你看到梁熙說香港西灣海武地鐵站 你看到民建聯幫梁熙做的那個宣傳單章 印度好像梁熙服務了香港市民26年這樣 然後又說人家很批評他 其實他自己的印刷品又做到護理單刀 你看到這些這樣 這麼低質素的選舉準備 還有這麼低質素的選舉論壇的言論 周浩鼎那些大聲疾呼 罵對手 跟著李慧琼又凌駕主持人 要改變那個問題的方法 或者答案的規則這樣 這些這麼低劣的候選人質素 就是我們以往沒怎麼看過 我是黃毓民的粉絲來的 我看回我以前的香港立法會 最高點擊率的立法會辯論就是黃毓民的 你用那些人來比 比起現在你看到選舉論壇的那些辯論 你真是覺得 真是不知道投誰 對於這個投票樓 你見到林柱我剛剛說的 好像他說的投票樓低 可能是公信率就高了 李家超又說了現在 因為香港潛伏了很多外國的代理人 在台湖中之前有說過 可能大家不投票代表大家認同這些選舉 這些候選人 其實大家都為了這個選舉 似乎都戴了一些頭盔 其實這個 就是 香港市民看到這些東西 那個感受是怎樣的 就是反正覺得 投不投票他們自己心中想投自己的願望而已 但是似乎的高官都戴了一個頭盔 其實現在 這個社會的氛圍是怎樣的 我又不想代表全香港人說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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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的話 是 真的是 是 是 就是 在市民的心裡的話 那 拿這個270萬來做一個 就是標記 Benchmark 是吧 來看一下究竟這次是如何 但是就是你看到他們 就是 前所未有這樣 出來做完所有的方法 交給中央看說他們準備這個選舉 準備得很好啊 這樣 那包括上次選選委都是啦 是吧 四千幾個選民啊 六千幾個警察啊 這些東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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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覺得他所有的籌備功夫 都不是很鼓勵我們去投票的樣子 做完所有的事情真的太荒謬了 我的投票站 都是走路都是 就是 五分鐘而已嘛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免費可以坐巴士 就是 沒關係啦 既然他們 免費有巴士坐 免費有地鐵坐 那天就去 或者早上去旅行先 嗯 就是 看到田飛龍的說法就是 可以說那個投票人可以拉回來 拉回來記的 意思是選舉委員會 還有 功能組別 還有二十個那個直選 拉回來選 那到時候投票率都一樣會很高的 是嗎 他將那些功能組別 例如我上屆選那個界別 看英文出四千幾票 縮到二百幾票 那田飛龍說想怎麼拉雲啊 那那二百幾票 看英文出的 叫那些公司伙計來投一投了 不要傻啦 不要說這些 跟香港人說這些 這樣都沒用我們 就是 看就看 那二十席的地區直選的投票率 其他功能組別那些全部都 個人票沒有了 只剩下團體票 跟著出來說這些說三道四 收聲啦 那些團體票都操控了 多餘了 我現在想問一問現在恆大 就是大陸的房地產公司 就是堅言不善 最後就爆發一個房債的危機 不過我們最近看到恆大 都有些事在香港發生 香港人都很關注的 因為不斷地送你被入檢處的三個高官 就是這件事你怎麼看呢 不過有些離奇的 它為什麼特別忠誠於入檢處呢 這個都有些意味在旁邊 就是恆大的它爆煲那些我們不評論 就是究竟誰救它我們不評論 這些都是自作業 就是究竟在中國那個銀行體系 在監管之下它怎麼能夠借到這麼多錢 現在是去開發它的業務 而是沒有能力還的呢 這些我們不評論 但是我身為香港人 我反而看到恆大事件 我就覺得就是要講一聲 講個公道說話就是 其實他們帶進來的營商的文化的商道 是真是很影響香港的聲譽 就是我們香港做事不是這樣的 香港的商人其實就是 就是很小心不會官商勾結 但是這些人你看到他 我看一個採訪 有一個媒體去採訪他問他的問題 你看那個姓黃那個執董 他對那個記者的態度很差劣的 就是很大陸化的 在大陸才可以對那些記者這麼差劣 這麼沒禮貌這麼不尊敬 他自己還其身不正 人家去採訪他的時候 他真的那個態度很差劣 然後就 恆大為什麼跟入境處有那麼多 我都不知道的 或者他真的有很多人趕著進來香港 就是拿個工作簽證 然後就住滿七年想做香港公民 可能是這樣的原因 但是這些事情全部都是 就是這些 我真的希望 就是這位黃先生 就回去他祖國繼續他的事業 就是帶上這些這樣的 就是在營商的手法來香港 這些這樣的文化來香港 就是很差的 我們香港有廉政公署的大佬 真的 你不要以為我們的祖國是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你就可以把你們的那個商道 帶進來香港 就是 我相信你們的中央政府 都是這麼保護香港 都是因為 香港在商界來說 就是有它自己的國際水平的商道在這裡 就是我意思是保護香港商界 中央政府 因為沒有保護到香港港界市民 只是保護香港商界 暫時見到處方就說 對這件事沒有補充 其實已經發生了差不多一個禮拜了 這件事是不是對於香港政府來說 都是不料了之 不過那一天見到 官戰委照開入檢處的高官 就臨時就 就是走了 不出席了 可能似乎都有點害怕 傳媒去追問這件事 可能是 就是我們傳媒 就是 就是監察他們 香港還有很多非常之勇敢的 有良心的傳媒在這裡 就是多謝他們 就是啊 弄到這些官 就是可能要避一避 但是我想那個 那個 那個 責任 我反而覺得是 就是我身為一個做生意的人 我覺得 就是商界自己的人 首先就不要去主動 就是 撩些官 就是你要 他真的是你朋友的話 你請他吃飯 請他打長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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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回規矩 是不是 我以前都 都有的 我網球總會會長的時候 都有 跟楊德強打高爾夫球的 他打高爾夫球很厲害的 他每次都給我錢 我每次都不會 又很小心 不會特地請他吃飯的 他很廉潔的 就是 所以 我覺得商界的人自己要檢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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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